另外根据朝鲜中央电视台22号报道 21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在平壤的木栏馆 为发射卫星有工人员举行宴会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协夫人李学主出席宴会 并且发表讲话 在庆功会上金正恩就朝鲜光明星3号的成功发射 向相关工作人员表示热烈祝贺 金正恩表示朝鲜成功发射首颗实用卫星 贯彻了金正日的遗训 对企图组党朝鲜前进的敌对势力予以狠狠打击 前所未有的提升了朝鲜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金正恩还强调 朝鲜劳动党对发展宇宙科技予以深切关心 把拥有卫星和运载火箭视为 事关具备强盛国家面貌的重大问题 科学工作者要以成功发射第二颗光明星3号卫星的精神和气魄 更多开发和发射通讯卫星等各种实用卫星和更具威力的运载火箭